于书欣回答蔡徐坤提问时,有谁注意蔡徐坤的目光?满眼的赞赏,青春有你二的比赛已经是越来越有看透了。 在上期的节目中,蔡徐坤揭晓了前九名的训练声名单,于书欣不负众望地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,成功地成为了暂时的C位人选。 在于书欣上台之后,蔡徐坤询问了于书欣一个问题,就是他现在的目标与之前相比是否有变化? 于书欣回答他想要成为更优秀、更棒的人。 在于书欣说话的时候,蔡徐坤的目光一直都在看着于书欣,而且他非常满意于书欣当时说的这句话,满眼都是赞赏。 而且在于书欣说话的时候,蔡徐坤还不停地点头示意,貌似是很认可于书欣所讲的。 虽然于书欣后来说的话又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理论,但是看得出她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女孩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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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